昨夜金晨签约很疯狂,拉比奥特续约,古帝接手黄马,博尔特签奥超法媒,拉比奥特将在未来几周内与巴黎续约据西班牙世界体育报,原因法国KNAIA报道,巴黎圣日尔曼中厂拉比奥特将与巴黎进行续约,双方将在未来几周内签订续约合同,拉比奥特与巴黎的现有合同到明下到期, 而他之前已经四次拒绝了巴黎提出的续约合同,世界体育报透露,巴萨在最近几个月的时间内,一直都在关注拉比奥特,他们希望签下这位法国中厂,黄马高层已定落率被胎国家德比前后古帝随时接手 根据阿斯报报道,前黄马青年A队主帅古帝已成为洛佩特级的替代候选,俱乐部认为他在黄马的地位以及与球员们的关系,也许能够帮助球队走出困境,古帝目前在贝希克塔斯担任助教,在黄马依靠奇达内获得成功之后, 西梅称俱乐部认为古帝也拥有多个有利条件,古帝是深受黄马球员和球迷喜爱的名宿,除此之外他很了解黄马,也很了解目前黄马队内多名球员,这能够使他与一队拥有很好的关系,创造出良好的更衣式氛围,不过不利于古帝的一点是他目前没有指教一队的经验,但是阿斯报强调奇达内之前也同样没有指教一队的经验, 而且金狼之前曾表示离开黄马青年队就是为了能够早日指教一队,翱翔澳超,ESPN,博尔特已得到海岸水手职业合同博尔特经纪人向ESPN证实,澳超中央海岸水手已向博尔特提供职业合同报价,博尔特以视讯身份加入中央海岸水手,在上周的一场友谊赛中,博尔特代表海岸水手攻入两球,随后, 博尔特收到了一支马尔塔球队的职业合同报价,但非人方面选择了拒绝,来自ESPN今日的报道,博尔特经纪人李基西米斯,证实海岸水手已开出报价,我可以确认的是,尤赛恩博尔特已经得到了一份中央海岸水手给出的合同,在T几年要是能达到中超外援水准来中超T球,画面就太美了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